把这个范例重新关掉再重新启动 不要储存哦 重新打开 那我们现在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概念是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就是说它这里面 我们像例如说选资料范围 都发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这样子选 我要一直往下拖曳选 或者是像我刚刚选 我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就在资料的最下面 有看到哦 然后序格键按住再点它 但是这样子的选法其实都不好 真的都不好 那这些都必须要有专人教你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表格化 什么叫资料表格化呢 就是说假如说现在我有一个资料表 我后面是不是要算总价我相信你们都会算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做时间切片 我想要去做一些跟 例如说哪一年的销售情形来去做思考 哪一季的销售情形来去思考 甚至我后面我还可能再去算 我想要知道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在每天到星期天的销售情形 我都想要知道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栏位资料运算 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一下 以色谣的表格 它有太多优点了 我们就先介绍建立表格 建立好表格之后快速完成计算 这一个很重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表格 这个表格是从A1一直到N2449 一直到这个地方 这应该没有问题 从A1到N2449 当然啦 那到底什么叫大数据分析呢 大数据分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 就是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它要随着时间增加 例如说现在是不是2010年3月31号 接下来是不是2010年4月1号 4月2号一直来 随着时间的增加 资料是不是要一直补进去 你不能说我只算到2010年3月31号 那就算完了 那是不对的哦 大数据 大数据的意思就是 随着时间一直不断的加资料进去 所以它会有资料合并的问题 我们举例来说网络的资料 听说每五天就可以盖一栋那个整个101大楼这么高 每五天就产生一栋这么多的一个资料 那这种大数据资料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这个很大很大的资料 先把它定义为表格 定义表格的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常用 首先你的邮标要放在这里面随便一格 可不可以放在这边 不行 一定要放在有资料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常用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格式化为表格 请问一下哦 你在用Excel的时候 你常用的功能应该很常用吧 常用底下的减下复制贴上 常不常用 很常用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功能叫格式化为表格 常用吗 不常用那就代表你Excel用错了 或者是要稍微修正一下 我都已经跟你讲 这都是常用的功能了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很频繁去使用它 好 所以请你切记 不管你要不要做Power BI 这个常用功能你不用 就代表你Excel用的方式是错的 所以点选常用底下 格式化为表格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种 随便你选一种你喜欢的颜色 因为表格 基本上我会不希望你做表格的输出 因为我们贴到简报里面 要去做展示 也应该是贴统计图 而不是统计表 对不对 好 所以你选 随便你选任何一种颜色 例如说我喜欢橙色 所以电话 随便